大家好,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日 現在就在淡水坑村,沙頭角 今天就去麻年坑礦洞 看看待會天氣好不好 如果天氣好,可能就會上去紅花寨和紅花嶺 如果天氣好,就去麻年坑礦洞走一走就算了 現在不說那麼多了,今天都很冷 出發了 來這個淡水坑村其實都很簡單 當日在稍微廣場,外面的兆巴站 就乘搭55K兆巴 放在剛才的花市站那裡 就是這裡 好像看這些資料講 其實就可以經淡水坑村進去的 不過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太多人走呢 這裡都寫明,如果是紅花嶺行山徑 就麻煩兜過在山咀村路 走前幾號這裡已經在沙頭角檢查站了 前面這裡應該是進去中英街的位置 只要全部禁區都不能進去 紅花嶺的行山徑 就是從這裡,山咀村路開始走進去的 跟著這些牌 就寫明,紅花嶺行山徑 那就不要入村了 沙咀路走到尾,就是我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邊界邊方位 這裡就是進去邊境禁區 這裡不能過得去的 前面也是,這裡整個欄都是邊界 後面高樓大廈那些 就已經是深圳的範圍 應該剛才沿著山咀村到右邊 就是這個位置 這些就是沙頭角的邊境區 那些過關的地方 所以這裡就不能進去 這裡純粹都是來看看 現在這裡山咀村路尾 現在就走過去山咀村那個 上紅花嶺那個山徑的入口 現在在邊境沿回沙咀村 走回頭 那麼那個 紅花嶺的入口 就是前面右邊這一棵樹 這裡就很可愛了 如果大家不去邊界那邊看 其實沿著這裡一路進來 這裡右邊 這條山徑 這裡 開始上去就是了 這裡現在上來都OK 又不是很方 路也很闊 普通的山路好像兩星那樣的路段 再走前一點 有些二戰大戰的機場堡 今天好可愛 不知道是不是 標高處大翻籃 再走前多一陣 又有一個三角叉樓斬 這裡可以看過去樓下中英街 邊界外 對面深圳葉田港 那些去到 今天再看出去 這裡就是淡水坑村 對面遠一點的山峰 這裡就是八仙嶺 好可愛喔 再走前一點 又有很清楚的指示 左邊這條 就是上紅花嶺去連牙坑的方向 這邊呢 就是去北宮澳去礦洞 那我今天的行程 應該會先去北宮澳去礦洞的方向 之後呢 就會再上紅花嶺 所以在這一個位置呢 我就選右邊這條路走 好了 那再走下來分岔路了 左邊呢 就上紅花嶺 根據指示 紅色的絲帶 這裡上紅花嶺 右邊這一堆絲帶 這裡呢 就去礦洞 那這個八宮澳墨景圖 雕堡呢 都是在這個方向的 那再來到這個分岔路了 應該呢 左邊就會繼續去礦洞 那現在去這個八宮澳墨景圖 雕堡呢 就是在這個前面這個方向 那剛才沿著這條小路 一路出來 出來轉左呢 這裡就是 八宮澳墨景圖雕堡了 這一個是相當之難過來的 其實這裡是 那對面那裡已經完全是深圳的範圍 那這裡也不能進來 純粹是打個卡 那這裡也有介紹這個 墨景圖雕堡是什麼 那它其實呢 就是有七座 前後有七座墨景圖雕堡 那以前就是拿來 防止非法入境者進來 那時候就是 當年的警務處長 這一個景圖 就是建了七座這些墨堡 就做這個防衛的用途 那現在就不能進去的了 因為這些是警方範圍 那我純粹拍下給大家 看看這裡是怎樣的 那也是打個卡 這樣就走了 那好像是說 都會有警察在那裡住手 那後面那裡就應該是 不知道 二棟還是三棟 那樣好像是 那在墨景圖雕堡就沿路折返 如果走右邊這裡 就直接去礦洞的方向 不過要走去礦洞 應該可能要九至一個小時 根據地圖所說 那現在我先上去紅花嶺 那我首先要經馬雀嶺 那這樣 那所以我就會走回轉頭一點 就會去回剛才那個分叉路 跟回那個紅色絲帶 就上去這個紅花嶺的方向 對 那走前多幾步 其實就是這裡 去回這裡 轉右 這裡就應該是 開始上去紅花嶺的方向了 那再上來呢 這裡就是阿公閣 這裡就是阿公閣的雕堡 那都沒有特別 其實這裡都已經爛了 這個雕堡都已經爛了 那這裡看回風景 那也是看回深圳不同山的方向 那再計劃過來這邊 就是 看過去是鹽田港的方向 那樣 那沒什麼特別 這裡都可以上山的 這裡就應該下去淡水村 不是淡水村 就是剛才再造一個 左邊的分叉路 就應該是這裡上來的 那現在我們繼續上去這個 移動了 那離開這個阿公閣的雕堡 地上這裡有很多玻璃碎 大家小心點 應該相信就是 這個雕堡爛下來的 那再走前一點 這裡還有多一個雕堡 所以這個山頭 都是以前的雕堡 那再走前一點 還有一個更加大的 這些全部應該都是 我剛才說 是英軍以前留下的雕堡 那這很明顯 是廁所來的 那這裡就 不知道 這裡可能是 我的鋼筋都露出來了 這裡可能就是 房間的位置 可能是宿舍也不奇怪 這裡是 那後面那個就是廁所 剛才走過來 那再走前一點 這裡也像宿舍 因為這裡像住 可能剛才的外廁 這裡就是一個廁所 那這些全部都可以進去 不過就不特地看很多了 看看就算了 看看就算了 這些可能就是 這些可能就是 這個就像 那些長官的房間 我相信是 單人房的 這裡就 這個像是 爐組 可能是 這裡應該是 一間房間 加一個 洗澡 加一個廁所 那邊就有些 冰士住 我覺得就 應該要繼續在這裡走過去 就是繼續上山的方向來的 上到山中間 這裡有一個 開陽一點的位置 這裡就很清楚 看得完整個 整個 沙楼角 中央街的方向 再看過去 在鹽田港 那裡 這裡左邊 不同山都看得到 下面這裡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剛才那個 淡水坑村的方向 那再走到這裡 就是一個分叉路 那這裡 你就知道自己是 二棟的頂 那如果剛才 在白宮牙墨景 屠雕堡的 轉右 再走前一點 就來斜路 就會在這裡上來的 那現在 去三棟 去麻雀嶺 的方向 就應該走 左邊這一條山路 那現在來到 三棟的頂 那這一邊 就開始 看過去深圳 比較近 羅湖的方向 那個 那邊的地方 那一對面 看過去這個 高山 那裡就是 紅花嶺 哇 很漂亮 走到這個 尾 就看過去 這個是 麻雀嶺 那對面 就 紅花嶺 那個方向 那這裡 看得回去 剛才整個 整個 沙頭角 範圍 淡水村 中央 中央街 那 再看過去 鹽田港 那個方向 今天也會再走前多幾步 有個分岔路 左右 左那個 就真的下山 左邊那個 就真的下去 唐土村那邊 看地圖說的話 那如果去麻雀嶺 就走右邊這條路 好了 那現在來到麻雀嶺 那這個 看過去這個山 這個就是 剛才那個三棟 那這裡 後面 看過去 就是 紅花嶺 那這裡 那一會兒 就會沿著這個山徑 這樣走上去 這樣 那背後 這裡看過去 這裏應該是 不同山 深圳的方向 那這裏 看回去 就是 剛才 淡水坑村 上來的路 再遠一點 去到鹽田港 那裏都可以看到 深圳 那這裏看下去 就是麻雀嶺 村 和南河村 那裏 如果你是 早一個集 不是在淡水坑上 那裏 在麻雀嶺 上 就會在這裏 沿著這裏 就在這裏上來 剛才外面 那裏有條大路 那裏 就不走那條大路了 就直接在這條方境 爆水和花嶺 那裏 沒有那麼辛苦 那順便可以看一下 這個 芒草海 現在上到紅花寨頂了 應該就是 剛才就是二棟 三棟 這樣一路過 那裏 我走一條方境 就爆上來 這邊看過去的風景 就是整個深圳市 這邊應該就是羅湖的方向 那裏 對面這裏 還是不同的山 那 這邊就是四尾隻 這個山後面 就應該是狂洞的方向 那 等一下就會是 經回 這裏就是 紅花嶺 那 等一下應該沿著這個山 下去 去礦山那裏 那裏 紅花寨 過紅花嶺 這個位置 真的 絕對像那些 藍蛇尖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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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過去 這裏就是紅花寨那裏 那這邊呢 紅花嶺呢 就過了這個山頭 這裏 這一個山頭 就是標高柱位 那現在走出來這裏呢 先看回上水那邊 這一裏的風景就是 沿著那個很平緩的橫山徑呢 就在這裏開始上去 紅花嶺頂的位子 現在上到這個紅花嶺的頂 這個紅花嶺的標高處 剛才的紅花寨就是對面的山頭 現在一直沿著這裡過來這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一點點就離開這個紅花嶺標高處 去到前面那個男人站的位置 左邊的一條山路就下去 就開始向礦山的方向走 下來就是這個山路 就沿著這裡一直下去 這一段落礦山的路 說二又不是二 但是說難一滴都不可以說難 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三星路段 它有一些浮沙碎石 但又不是說很多 但又說它那些碎石是否真的很難走 又未至於 所以這裡 你知道有一雙比較咬地的鞋 其實問題是不大 現在1點34分 下來到這裡 就繼續沿著右邊這裡走過去 前面這裡就割頭路 這裡有個不要誤闖禁區的警告牌 這裡都充滿絲帶 其實向著這裡走下去就是了 沿著那條路再下 這裡有第二塊禁區警告牌 再走過一點 這裡 這裡有另外一個警告不要說進去礦洞 這裡就是進去麻年坑礦洞的入口 今天終於來到這個礦洞了 這麼多人 都很正常的 這裡這麼熱門 這裡就是麻年坑礦洞了 這裡就是礦洞裡面 這裡就是一個很出名的打卡位 就是這個礦洞 這裡裡面就封了 這裡裡面已經是那些 不知想進去的位置 相信裡面也比較危險 這邊也是一樣的 我目測就是還沒看到有蝙蝠 不知道是不是太早了 還是怎樣 可能也有一點 但我看得不太清楚 其實有蝙蝠 我怕有沼氣 怕它是蝙蝠屎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就可以看一下 這樣就在一場地 這裡是鎖了 但是可以爬進去 幫它進去 噢!它在捧著你 這裡呢 就上面剛才有個洞 爬在這裡 那當然不會爬進去 因為爬進去 就有法律寨 那大家都不要做這種事 因為這裡有滴水 所以要小心 那呢 外面有一些礦洞 是可以走的 那呢 就不是這些鎖了那些 那呢 就是在前面這裡 可以穿去厚山的 看資料所說的 那這裡左右兩邊呢 就選右邊這一條 好像沒有記錯 而且這裡也比較矮 我相信也很少人走 所以是可以走的 這裡就沒有攔住 有沒有 不可以走 所以就是可以走的 那走右邊這一條呢 就會出來後山的 那大家記得 像我這樣 戴電筒 戴頭燈 就安全一點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看看風景 看哪一條 我都不知道現在去哪 但這裡很漂亮 這裡就看過去 現在呢 吳龍山發射站那邊 那邊 那邊已經是深圳 那邊已經是深圳 那如果剛才呢 不上 不上去紅花嶺 呢 跟著在 白宮亞墨景圖碉堡 走過來呢 就是前面這一條路 那如果不想走回 礦洞呢 其實可以走上去上面 那基本上呢 就在這裡 沿著這個山頂 走幾步的 很快 那就要走上去吧 這裡下面呢 就應該是 礦洞的動物 那如果由這裡 走回來呢 就是剛才在山上 下來 礦洞 那個位 對啦 所以呢 其實是繞了一圈 那你現在就離開這個 練馬坑礦洞了 那就向著這個 礦山墨景圖碉堡 那基本上一出來轉右呢 走多幾步 就已經是這個 礦山墨景圖碉堡了 那它的樣子 跟在白宮亞墨 其實是差不多樣子的 現在繼續行程了 就去另外 沿著 這一道後面 就繼續去回 離開 去回這個馬連坑村 連馬坑村 那剛剛下山呢 就是身後面的這裡 那現在就向這裡走過去呢 就是邊界那個 邊房那個位 那身後面這個呢 就是邊境的關卡 就剛才是在後面呢 這裡就是連馬坑 連馬坑道來的 那那個小巴呢 就是經了這一條路 這樣出去的 講得明白的了 你有身分證 兼禁區字呢 你才可以經過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現在就是身後的這間小巴 這個小巴呢 就是會走這個禁區 所以呢 你在連馬坑村上車呢 是上不了的 不能搏大帽過的 那怎麼辦呢 因為這裡不能進去 那唯一的方法呢 那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在這裡旁邊 有條山徑 就是這個位 那現在就 過這條山徑了 就沿著這裡呢 就過到外面 香園圍那裡 應該就會是 那這裡呢 就要跨過去的 那其實不是很難走的 這裡稍微過一過河 那就看著這個大洞吧 現在這裡 這樣呢 咦 人們只是走這條樓梯上 那就好了 總之呢 你用你的方法呢 過回來 其實都是上來這個樓梯頂這裡 那呢 現在就跟著這條橫山徑呢 就離開了 那來到這些位呢 就轉右 就繼續沿著那個鐵絲網 繼續走 那這個鐵閘呢 這裡 繼續 就是向香園圍的方向進發的 這裡 那就走到這個分叉位了 就是你不要看這裡攔住了 走右邊 因為我們什麼時候都是 跟著那個鐵絲網圍 繼續走就對了 好了 好了 跟著這裡走下來呢 最後就出回到這一道 鐵馬坑道 這裡就是 那剛才呢 禁區就是這裡一路過 那呢 我們就繼續沿著這一道走回去 那這裡就是 打鼓嶺12號景光了 那呢 就繼續向前走 那呢 最後一個 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白虎山墨景圖雕堡 就是由這條斜路這樣一路上去 那現在來到 這條路的盡頭 那這裡呢 左邊其實是有個雕堡 那就可以可以走到上面 那如果是墨景圖雕堡呢 就在這個後面 那原樓梯上呢 就在這裡 走回來這一邊 那這裡呢 就可以進去那個墊號那裡 看一看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那這裡也是封了 那這樣 那就可以新進去拍照 打卡 那沒什麼特別的呢 然後 就出去了 就繼續上去這個墨景圖雕堡 那就沿回樓梯 那我繼續上去 那如果想看清楚這個墨景圖雕堡 上面這裡呢 就走這裡右邊上去 那現在就來到這個白虎山的墨景圖雕堡了 那跟之前那兩間呢 其實是一樣的 那唯一這裡的好處就是 就是呢 這裡是看得很清楚整個墨景圖雕堡的 因為另外那兩個呢 那些樹啊 這些周圍圍得太厲害 基本上你都看得不清楚的了 那反而白虎山這個呢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整個雕堡是怎樣的 那現在就落回去蓮華坑那裡 那我想簡單呢 就沿路在這裡落回去 就是了 那我想挑戰一下呢 就是其實 其實雕堡旁邊呢 是有一條山路的 那我就會由這條山路呢 走回去連坑道那裡出去 那走到這條小路呢 那走到這條小路呢 有些東西看的 這個就是新的那個蓮塘口岸 那我剛才就是從這裡上來 那我跨過來了 那我跨過來了 那待會呢 就是在前面貝水庫這裡下去 那下去之前呢 那左邊有些東西的 那這裡就是白虎山的标高柱了 那走過來标高柱看看 白虎山标高柱呢 這裡就看過去 對面那個新界東北推連區 那一堆綠色那一堆 那離遠那裡看過去 就應該是 應該是紅花 應該是紅花嶺那邊來的 那這裡就是那個 化訓池尾那個位呢 那沿著這裡呢 就還有一條山路 這裡也有事大的 那我相信這裡呢 就有個斜坡呢 可以下去下面連馬坑道 那走到尼尾這裡呢 就有一條小路呢 慢慢下山的了 不過這裡也是浮沙水石路 那我伸手也是走樓梯下去的那些 那這裡那條路方 不得知呢 其實當你下到這裡 那些草山那麼高呢 你又真的很容易會 迷失了你的方向 那所以呢 一定要拿著APP 去查你自己的方向 最重要是要確定 你在向對方向 那些白虎山底出路呢 就是這個 應該是配水庫的那樣的物體 那所以如果你在山上 你迷失的方向呢 你就要認住這一塊東西 其實在哪裡呢 那就幫到你下山了 那所以呢 出到底這裡呢 正正又是來回這個 連馬坑道了 那再去前面呢 就是 就是香原圍的 連塘口岸了 那從連馬坑道走到尾這裡呢 這裡呢 這個就是韓星士多 來的了 那這個韓星士多後面呢 又是另外一個這些閘 來的 不過這些就純粹只有我看 它應該平時都不是給這裡過的 那這裡就是 那這裡就是 這條打橫的這條車路呢 就是邊境那條通道 那樣來的 那現在走到這個旅程的尾聲了 那這裡就是連塘口岸 那這裡就是79K巴士站 可以出回上水的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在這裡之前就總結了 那今天早上呢 就在這個淡水坑村那裡就上山了 那先去這個八公雅麥景圖碉堡 那之後呢 就在八公雅麥景圖碉堡 又經這個二棟三棟呢 就上到這個麻雀嶺 麻雀嶺就過去這個洪花寨 洪花寨呢 就再過去洪花嶺 那洪花嶺 那洪花嶺 我休息了一陣子之後呢 就再下去去礦山 去礦山礦洞那裡 即是麻年坑礦洞那裡 俗稱的 那麻年坑礦洞那裡 然後就出回到 連麻坑礦洞 對不起 連麻坑礦洞就出回到這個 連麻坑村 連麻坑村那裡 就跟著邊境那裡 就捆回出來 連麻坑道 連麻坑道之後呢 最後就再上去這個 白虎山麥景圖碉堡 然後從白虎山那裡 下來 然後就走到這個 連堂口岸了 那整體今天的難度 我會覺得是 三星尾至四星頭 即是我覺得三星尾 即是四星就真的很難比 因為其實 嗯 怎麼說呢 其實險位是很短時間 可能幾分鐘 那樣 但其他走的那些上落 其實都是一些三星的路電為主 那看見人見智 三星尾還是四星頭 真的 那 都沒有的 我覺得 又沒有什麼攀爬 險位又不多 其實你說四星 我覺得是有點敏的 所以整體我覺得 三星尾 這個我會說穩陣點 那 新手是絕對不容易的 但是 進階新手 中級 或者高級 絕對問題不大 我覺得這裡 我也是自己一個人走的 其實 唯一要留意 可能就是白虎山 下山的波 那 如果對方這樣 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可能就真的 跟回原路 在那條斜 車那條路下山 就安全一點 那樣 那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那 大家給我留言 like 和share 最重要 麻煩大家subscribe 我的channel 有你的subscription 每一個都更加有動力 去繼續拍好這條片 去更加多的地方 去行山 那 那 不說了 那 最後現在4點半 那現在就在等巴士了 那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裡是30分鐘一班 那 祝我好運 那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之後有路線好 那 下一期再會了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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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